每年元宵节新竹县宝山香年度盛世 打中午文化祭 今年将会在2月4号 2月5号要来盛大登场 除了一连两天的绕近祈福 信众还会摆出丰盛的菜色 供千人食福之外呢 还有挑担接力赛等 要热闹迎接新年 社区妈妈神传客家花布衣 唱起客家本色 小朋友挑起扁担 展现客装好客分享精神 宝山180多年来 不间断的打中午文化祭 2月4号5号将盛大举行 农历的正月14号 15号两天呢 来举办 那在这两天当中呢 我们其中有分两个 绕境的部分的一个活动 其中一个呢是 由深井宝斗 再回到新城这边 另外一个呢是15号呢 是由那个我们新城 到石灸到山峰 到那甘子旗绕回来 那这两天当中呢 都有我们的打中午的一个活动 这里面呢也可以在那边呢 有一些食福分享的一个那个部分 打中午是宝山年度盛世 也是全国历史最悠久 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元宵节庆之一 每年农历正月14到15元宵节 举办神明绕境祈福 保佑国泰民安 居民中午自发性挑担奉饭 摆出丰富菜色供绕境随乡人员食福 象征今年要洗碰碰 每年吸引超过3000人涌入新丰功 当天还有传统北馆八音表演 亲子挑担接力赛 闯关游戏和千人食福等 邀民众一同享乐 因为沿岗西刚好整治成功了 所以我们整个沿岗西的旁边呢 我们有挂满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各种不同的灯饰 我们就跟灯节呢把它结合在一起 另外今年因为我们是兔年 所以我们的主题呢是 就是这个很多的兔宝宝在这边 那我们利用呢晚上时间 大家可以来这边呢 共襄盛举啊非常的漂亮 湘工所也为兔年精心打造亮眼的兔子灯饰 以及沿岗西灯饰布置已经点灯 结合新年灯会的打中午文化季 要让过节气氛热闹滚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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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